全國首個個人破產案執行完畢 當事人獲經濟重生 真正地感覺到我的人生 從今天開始又開啟了掌心的一頁 誠實而不幸 個人破產條例 讓債務人重啟生活新希望 債務難追回 尋找最佳平衡點 債權人也是受益者 個人破產制度能夠從多個角度 保障公民基本權利 提升社會整體公共利益 首例個人破產案執行完畢 是終點 更是起點 晚上好 這裡是正在直播的央視財經評論 我是主持人張玲 今晚我們來關注 個人破產制度 我國內地首例個人破產案 在不久前執行完畢 事件主人公是深圳的梁先生 兩年前他因為創業失敗 欠下了大約75萬元的債務 無力償還 不得不向法院申請破產 在被法院認定為誠實而不幸的債務人之後 梁先生的個人破產重整計劃 得到了法院批准 之後梁先生省吃減用打工賺錢 提前15個月還清了67.55萬元的債務本金 並且拿到了法院免除其未清償債務的民事裁定 這份裁定對於梁先生來說意味著什麼呢 從破產到重生是哪些因素在起作用 首例個人破產案執行完畢 又會給社會帶來哪些積極的啟示和可複製的經驗 不要這些大家關心的話題 今晚演播是我們和兩位財經評論員 一起來探討 我們請到的是萬哲和劉哥 歡迎兩位 那討論之前呢 我們先去看一看梁先生清償完債務之後 拿到法院裁定的那一刻 梁文錦今天向你送達民事裁定 依照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規定 做出裁定 免除債務人梁文錦對債權人 在重整計劃載民的債務範圍內 未清償債務的清償責任 真正地感覺到我的人生 從今天開始又開啟了掌新的一頁 接下來好好工作 好好的陪伴家人 把生活過好 兩年前 梁先生因為創業失敗 而欠下了約75萬元的債務 由於無法償還沉重的債務負擔 他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 申請了個人破產 2021年7月19號 深圳中院將批准重整計劃的裁定 送達梁先生 全國首例個人破產案件正式生效 生效的重整計劃顯示 梁先生在三年內分期償還全部本金後 可以免除利息和製納金 從2021年的5月份受理到現在 如果說不停止計算利息 那估計已經產生了30萬以上了 對於債務人來講 這個其實債權實施 正在對他進行了一個救助 重整計劃執行以來 梁先生勤懇工作 積極償還債務 今年4月 在重整計劃執行的第21個月 梁先生清償了所有的債權本金 重整計劃得以提前15個月 執行完畢 他向法院申請免除未償還的債務 獲得了法院的裁定批准 短片中我們應該可以感受到 事件主人公梁先生在接到法院裁定時 那種激動的心情 這起案件我們說是我們內地首立個人破產的 這樣一個案件 這樣的一個執行過程 我想大家都想知道它到底意味著什麼 尤其我們說對於梁先生來說 當這起案件執行完畢之後 它的法律關係 它的現實處境都發生哪些變化 那對於債權人來說又意味著什麼 我覺得從這一點來看呢 我們特別需要關注梁先生這個案件 它的這種特殊性和普遍性 那麼一方面呢我們能看到它的特殊性在於呢 咱們看到說其實關於這個破產啊 它裡面有三種情況 第一種呢是破產清算 那麼這種情況下呢 基本上就是說把你現在所有的財產 進行了清算以後 那麼可能你還償還一小部分 那麼因為你能力也有限 那麼經過三年的這樣的一個查看期 你可能只有一些最低限度的一些消費是允許的 那麼之後呢 你就基本上就是說你就可以不用再還錢了 就差不多是這種 那麼第二種呢 實際上呢就是說 就是它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它這個呢實際上就是說 它雖然是破產 但它是一個破產重整 也就是我們能夠看到 它的欠債總額呢是75萬 那麼還呢其實也還了 絕大部分都還了 那麼可能把利息啊等等一些 額外的處罰金啊 給減免掉了 那麼這種情況下呢 實際上我們會發現 無論對於梁先生本人 還是對於債權人來說呢 雙方的利益應該說都在最大程度上 在最短時間內得到了比較好的保護 這點對雙方是一個比較好的事情 那麼第三種呢 應該說它是一個這個破產的和解 也就是說只是在法院的一個見證 或者是說在他們的協調下 那麼雙方取得一定的和解的時候 大概我們到底是 以什麼方式或者多少金額進行一些償還 那麼它特殊性在於呢 梁先生當時實際上 他並不是最早遞交這個申請的 但是呢 他當時確實是立案的第一案 就是因為 他是這個誠實和不幸的這個認定當中 兩個條件呢 都非常符合的 不幸在於呢 他過去是做這個藍牙耳機創業的 那麼做了以後呢 因為遇到了這個全球的疫情等等原因啊 所以呢 有不可抗力的原因 在正常經營當中 遇到了困難 使得他這個欠債發聲 那所以他就比較不幸 那麼他誠實呢 就是說他當時已經表現出 特別強烈的要還錢的願望 也就是說在整個推進的過程當中 他表示出 我就是說願意要把這些債務 就是說盡可能的還掉 而且他的這個 比如說還債的整個這個計畫書等等啊 是比較齊備的 所以他才能夠成為第一案 就是他是最早通過這樣的一個立案 最後就是達成這樣的一個 就是說這個立案的 所以我們能夠看到呢 他有特殊性 但普遍性呢也能夠看到 這實際上對社會一普遍意義在於說 如果說有一個這樣的債務人 那麼他確實有這樣的非常迫切的 而且是積極的心態 確實決定要還錢 那麼債權人和他之間 可能可以達成一個新的這種協議 對他進行某些方面 比如說利息等等的一些減免 使他負擔稍微輕一點 而且在整個過程當中呢 他也比較節儉 債權人呢也不對他進行過多的打擾 一直去催債等等 那麼雙方的權益 可以得到更好的保護 就讓這個方案就更可容易操作 這樣一個執行性啊 那剛才萬哲說到一個關鍵點是利息啊 我們剛才短片中提到了 在他們的這樣一個執行方案中啊 說到了如果按原來債務的計算方法 梁先生光利息就要額外再支付30萬元 那麼這樣一個個人破產制度來說 對他其實還債是提供了一些有利的幫助的 這些都體現在哪些方面 哪些條件共同起作用 幫他實現了我們叫做經濟重生 對其實呢核心的話呢 還是那個詞就是誠實而不幸 那麼這個案例其實體現出來的就是 其實是有意識地去報導出來這樣的一個案例 這個案例呢從這個梁先生的身上 就能說明什麼叫做誠實而不幸 因為他在所有的欠账的 所有的這些過程當中呢 他都是如實地申報的 包括他自己的經濟情況 而且呢他最後是因為創業 最後呢導致了失敗 所以呢那個在深圳的個人破產網的里面 有一個你天報的時候 去申請個人破產的時候 有個小程序 那個小程序的名字就叫破簡 就是說破簡重生 也就是說那麼我法院支持的 就是這種梁先生的這種個人破產 而不是說什麼樣的個人破產都支持 因為大概率呢你去看一下 整個的現在呢有1600多個申請立案的 個人的這樣的一些案例 大概分為四類啊 第一類是什麼呢就高消費 過度高消費 自己已經失去了掙錢 已經失業或者是已經這個收入下降的情況下 仍然的話呢這個大肆消費 這是一種情況 第二種情況呢就是加槓桿投資 比如說在股市炒股 炒股了以後這個股市上虧了錢 然後又跑到這個期貨裡面 然後試圖去翻本 那這樣的 還有就是梁先生這種個人創業 還有一個真的是家境裡面 比如說父母兩頭這個都得癌症 然後有巨額的花費 這個時候收入 由於照顧病人的話呢 收入還下降 那這樣的一種 這四種情況是大部分的情況 那現在的所謂誠實不幸的呢 更多的就是關注後面這兩種情況 前面這兩種情況 我也看到很多案例 對不起 案也立不了啊 因為你看在現在總共有1600多個申請的案例裡面的話呢 只有411個立案了 剩下的那個 400多是受理的 是立案 立案了 然後最後裁定的是100多件 也就是最後達成這個債權債務方最後裁定了以後呢 達成的只有一百多件 也就是說不是所有的個人破產 你最後申請了以後 你最後都能夠得到債務的減免 我想說到這兒 大家對我們這位主人公啊 誠實而不幸的梁先生應該充滿了好奇 那從負債數十萬到提前15個月還清所有的債務 省至省用打工賺錢 可以說是梁先生過去兩年的真實寫照 我們的記者呢也在近期探訪了他 我們一起來聽一聽他的真實感受 平時的話都是帶飯的 除非就是像今天一樣 公司有一些活動啊 然後不方便啊 可能就完全點一個 現在執行完畢了嘛 但是還是保持著每天都帶飯 有肉有菜有湯 可能對於許多白領來說 這樣一份午餐賣15、6元 已經非常平價 但梁先生都是能省就省 過去兩年多 他的頭等大事就是還債 按照還款計劃 梁先生每個月2.2萬元工資 需要全部用來還款 妻子的工資則用來支持家庭的日常開銷 包括租房、飲食、子女教育、老人醫療等 為了節約從家裡帶飯上班成為常態 為了趕公交 梁先生每天早上6點半就要出門 可以開機的話就是公交大概15塊錢來回 然後另外的話就是一些電話費啊什麼之類的 有時候買一點衣服啊 這兩年沒有超過155的 全國手中個人破產案件 就此畫上句號 全部付完了就剩了幾百塊錢 但那種感覺的話其實就是想著 就算是清零的話 接下來馬上就可以持續地收用嘛 反而是說可以重新開啟了 證券可以存錢啊 然後為這個家做更多的貢獻了 一下子就趕著就是天亮了 我們有個要求 那就是說它必須是如實陳述 它能夠做到如實地申報的一個信息 它是一個非常典型的 誠實而不幸的債務人代表 正如短片中法官所說 梁先生是一個非常典型的 誠實而不幸的債務人代表 但從深圳個人破產條例出台以來 有一種聲音就一直存在 就是我們怎麼樣才能確保 我們的債務人是誠實而不幸的 因為畢竟這兩個詞的描述 都不是特別的具象啊 那大家也會想怎麼樣避免 我們的個人破產制度 成為老賴逃避債務的手段 到現在為止 這樣一個條例已經落地 兩年多的時間了 我想應該有一些很好的建議了 我覺得目前來說呢 應該說咱們能夠看到啊 實際上咱們好像看起來 這樣一個破產的整體的條例 是在保護債務人 就是你欠債的人 但其實呢我想說呢 咱們在最基礎的 這樣的一個權益上 還是要保證債權人的權益 那麼第一個呢 就是說剛才所說的 比如誠實而不幸的 就是怎麼能夠認定 它是一個合乎這樣標準條件 然後能夠立案 能夠受理的 這樣的一個對象呢 那其實呢咱們看呢 它有相當多的一些條件的 這種標準 那標準化呢 包括比如說你在深圳 已經交社保滿多少年了 然後你未來的這個收入的預期 到底是怎麼樣的呀 你目前的財產狀況 你是不是都如實申報了 以及包括剛才老劉也說到的 就是你欠債的這個過程 到底這個不幸的程度 就剛才我說的 主要是因為外來的原因啊 還是因為自己消費呀 或者是因為投資投機呀 這樣的一些原因 那所以呢咱們能夠看到啊 就是表面上看呢 就是說好像它是一個程序性的 但同時我們也會發現 他的這個庭上 這個法官之前 其實做了大量的工作 因為基本上每一個來申請的人 他其實呢就經過零選 初步零選以後 他都要跟他進行這個面談 也就是在面試的過程中 通過對他個人態度 以及他的本人的情況 家庭的情況 其他的一些周圍的情況的了解 來確認他是否滿足 咱們說的這個不幸 而又誠實的條件 而同時在這幾年的過程當中呢 應該對於他的財產的狀況呀 就是你是不是都 及時透明公開了呀 申報是不是都非常的誠實啊 實際上也有非常的 這種監控的嚴格條件在 來保證就是說 不是一個人就是因為逃費債 所以就變成了 我就申請一個破產 那麼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能夠看到 就是在美國 它這個破產制度 個人破產啊 其實大多數呢 都是在進行這個破產清算 那麼在我們國家 目前看到這1600多例 然後這個400多例啊 它其實最終的就是立案受理的 實際上是100多例 那麼在這個裡面呢 實際上呢 應該說大多數目前 比較鼓勵的是說 你進行一個這個重整 就是債務的重整 也就是說你並不是不用還 而是說可以免出一些利息啊 然後呢進行一些 比如說罰金的這樣的減免 減輕你的負擔 那目的呢 還是為了讓你更好地還債 那麼債權人呢 實際上還是能夠更好地 保護自己的權益 所以從這點看呢 咱們會發現說 債權人的權益 還是得到保護 這是第一要位的 而且債權人也會參與到 這個決策當中 他們要投票 決定說這個是能通過的 他們才接受 那麼才能夠 但是讓這樣一個制度 是不是為老賴去逃避 他的債務 留下了一些可乘之機 應該要看 它的這個整個的 這種制度設計 這個程序設計的話呢 就是要避免 這樣的一種狀況 也就是說 讓整個過程透明 公開透明啊 那你上這個深圳的 這個個人擴展這個網 專門有一個網上呢 就是這些申請人的信息 是實名在上面的 也就是說你現在 你要規避到債務 你必須自己實名 來承擔這個責任 那麼除了這樣的一些 這個內容以外呢 還有其他的 你比如說債權人 債權人要形成一個 債權人委員會 然後呢 專門找一個管理人 那麼這個管理人 那麼整個債權人 形成的債權的這個 這個委員會啊 那麼要對債務人的 所有的情況 那他肯定會查到一個底調啊 是不是他會有一些 比如說轉移財產 或者是其他這樣的一些行為 那麼通過這樣的一些程序 通過公開透明的程序 那麼最後呢 就讓這些人的話呢 那些真的是想通過這樣的一個程序 來逃避債務的所謂的老爛 讓他們來說的話呢 他不願意或者不敢 來做這樣的一個 走這樣的一個程序 因為你走這樣的一個程序 一方面的話呢 你要公佈你的姓名 同時的話呢 還有很多事你都做不了了 對吧 包括這個出行 坐飛機 坐火車 還有孩子上學 教育自己家裡 裝修房子 所有這些事情都做不了了 而且是在很長時間裡 做不了 而且呢 包括甚至以後 你再向別人借一千塊錢 那你都需要通過債權人來同意 所有呢 這樣的話呢 你要做 包括你要出外地 你都要經過大家的 要通報 所有的這樣的話呢 對人身的這種限制 其實是很嚴格的 那麼這樣的一種情況下呢 我想在一定程度上 能夠屏蔽到篩掉 這些真正的動歪心思的老爛 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 保護誠實而不幸的債務人 讓他們有機會東山再喜 是首部個人破產法規的重要初衷 接下來我們通過短篇 回顧一下 深圳經濟特區 個人破產條例的出台 2021年3月1號 中國內地首部個人破產法規 深圳經濟特區 個人破產條例開始實施 同日 深圳市破產事務管理署 掛牌成立 深圳建立起法院裁判 機構管理 管理人執行 公眾監督 四位一體的破產辦理體系 為全國推行個人破產制度 先行探路 深圳經濟特區 個人破產條例規定 在深圳經濟特區居住 且參加深圳社會保險 連續滿三年的自然人 因生產經營 生活消費 導致喪失清償債務能力 或者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的 可以進行破產清算 重整或者和解 個人破產法的要義 是保護具有良好信用的 市場經營主體 讓他們失敗後 可以卸下包袱 重新起飛 對於那些惡意逃債的老賴 條例則設置了重重關卡 條例設置三年的免責考察期 即法院宣告債務人破產之日起三年後 破產人才可以申請免責 並規定債務人三年內 不得購買不動產 機動車輛 在三星級以上賓館酒店消費 供子女就讀 高收費私立學校等一系列消費行為 還對債務人在機構擔任高管做出了規定 從條例出台到現在 首例個人破產案執行完畢 我們來說一說 對於我們的這樣一個條例來說 案件的執行會起到什麼樣的積極作用 對於全社會來說 又會起到一種什麼樣的借鑒和可複製的經驗 我覺得這實際上應該說是一個改革的第一步 我們現在也看到只是在一個當地進行的事情 那未來我覺得應該說 如果說改革還要往前走 需要更多的完善的配套制度 那麼包括我們看到的比如說信用制度 也就是說首先要讓老賴是無處遁形 那麼也要包括相應的財務的申報等等監督的制度 使得咱們能夠看到誠實而不幸的人 確實是真正的能夠被選中的 那麼第三個就是說債權人實際上剛才說這個委員會 要二分之一以上或者三分之二以上資產的債權人同意 那麼才能夠實際上最後這個破產的 比如說這種和解或者是說它之類其他的才能夠達成 那麼這個制度可能也會進一步的再精細化完善化 所以我想配套制度越來越完善 才能使得咱們的改革就越來越進步 劉老師有哪些觀察 其實我們剛才討論的更多的是債務人 其實債權人這裡面也是這個矛盾的兩個方面 那麼現在在這個制度裡面的話債務人可以申請破產 債權人也可以申請你的債務人破產 但是我看了這個案例幾乎沒有 我沒找到我不知道是不是有 說明什麼 說明的話很多債務人 而且這些債務人很多就是銀行 那他們沒有積極的 債權人 債權人很多債權人就是銀行 他們沒有去積極的去監控他們的債務人 是不是真的欠錢是不是能夠還得了錢 因為銀行你就是精明風險的 那你把這個錢如果在控制的過程當中 他把這個錢用在別的地方 或者他是可能是有一些違規 或者是他把這個 本來是說承諾的用在甲方的錢 然後用到了乙方了 對吧 那有這樣的一種行為 那你銀行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沒有很好的監控他呢 那如果你沒有監控 那麼最後這個錢沒了拿不回來 或者少拿回來了以後 那你是不是也要承擔一部分責任呢 那如果要是說這樣的一個責任的話呢 你完全不承擔的話呢 那這個法律的話呢就沒有用 因為到最後呢他是要通過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這個談判 你能打多少的錢 而且要實事求是 那有的人他砸過麥鐵 真拿不出來錢了 那你現在呢你不和解 你不同意他的債務重整 那你這個錢最後還是真拿不回來 那也許的話呢 如果你對於這個債務人他的近況有了解 然後你對自己的責任也去進行充分的評估 那你有可能就能拿回來一部分錢 因為你整個的銀行你在金融機構 你在整個經營的過程當中 你是要有壞賬撥貝的 對吧 這一部分錢 那就是你經營不善的一個損失 你必須要賠的 所以我們說這是一個債務重整 需要雙方的雙向奔赴啊 好 謝謝兩位評論員 廣告之後歡迎您回來聽主播收聽 歡迎您繼續關注央視財經評論 在無力還債走投無路的時候 深圳個人破產條例給了梁先生一次重來的機會 而強烈的還債意願和努力 則幫助梁先生真正實現了債務重整 重啟人生 這是保護市場主體的立法出征 以與誠實而不幸的債務人的一個雙向奔赴 對梁先生來說 債務的終結是人生的新起點 而對個人破產制度來說同樣如此 保護與防範如何平衡 流程是否還能優化 範圍能否進一步擴大 所有這些我們看到都是希望 進一步激發經濟主體的活力 那我們的改革在這方面 同樣很有重點 好了 這就是今天的樣式財經評論 再會 先 Staats pa歡迎 車子 那些作詞 разв省